很短线的问题 今天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 有没有机会开红盘呢?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中长线的看法 需不需要回到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才能够有机会再上呢? 我自己看短线再向上冲的机会 就是不大的 甚至说在上个星期 冲高到接近2万2千5回下来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境界讯号 就是说保力加通道顶部是穿过的 但是你要留意保力加通道 怎么去看 就是说你如果贴着顶部不断的升 代表着有个星势这么大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图表上 你看到保力加通道代表着什么 之前大成交冲上去 但是破不了这些重要关键阻力位 相反地 如果未来后市一穿 保力加通道中族的话 你分分钟随时一个坏消息 连来下次底部 整个星势就结束了 到时候 当现在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你想想退到哪 就是5月头那些低位 大约是1万9千3 1万9千5座的位置 一穿这些位 代表着整个下半年就有个 双顶的形态在 量度跌幅地算 1万8有机会算的 可能去到1万6千多的位置 未去到这么悲观 而不是吓大家 但是问题就是整个下半年 未来这个图表走势上 会很困扰市场 我觉得暂时来说 短线看着2万1千5座的位置 看看今天能不能够继续守住 或者你在这个星期三 能否守到2万1千5 守到可以了 红不红盘都高开 没意思 但是短线还要向上冲 我就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因素 因为问题就是 你看看港股 特别6月份的整体状况 或者内地股市6月份的状况 很多乐观的想法上 股价上全都在股价上 比如说科技监管 淡化 内地会放宽一些 有些游戏爆出来 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问题情况 是不是真的乐观 不是 你看到有部份 好像网易游戏出不了 又说其他行业上面 是不是说手游行业上面 现在大卖特卖又不是 供应链那些问题 仍然是有个隱忧在 很多车股 在整个第二季 上升得很多上来 跑赢的市很多 但是实际状况 是不是真的那么乐观 你看销售数字上面 又不是真的全部 完全那么乐观 就是部份 好像比亚迪的那些做得好 但是有一些 好像吉利亚长城那些 借着一些政策扶持的帮助 憧憬带来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特别你现在说到7月份 整个星期我不敢肯定 我都觉得越短 我都觉得越难看 但是整个7月份 很多人 因为问题就是 8月份就是业绩高峰期 7月份就有很多盈利预测 盈景 盈起等等 你不要想着 只出盈景一定能预测 盈起如果出完之后 没有预测那么乐观 一样可以有个调整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今年上半年 很多企业的盈利能力上 是不是能够在目前 2万2这些水平的估值再向上跳 难度性真的很大 所以短线来说 我的看法就更加深深 嗯